周深在他的音乐生涯里,目前一共遇到三位重要的音乐伯乐,最后一位背景不简单,直接让周深起飞。 第一位音乐伯乐是隐约,当周深还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歌手周深,因其出色的唱功和独特的音色在音乐界迅速走红,成功逆袭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音乐才子。 周深的知名音乐制作人隐约将他推荐给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,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周深自幼喜爱音乐,热爱唱歌,但是在音乐道路上并没有受到太多机会和关注。 然而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参加了中国电视台的《中国新歌声》节目,并凭借出色的演唱征服了全场观众和评委,引来一片赞许之声。 他的音色深情辞性,唱功娴熟,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潜力。 正是这次演出,让隐约看到了周深的才华,他主动联系了周深,并决定成为他的音乐制作人。 隐约对周深的音乐才华赞不绝口,他相信这个年轻的歌手,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,并将尽全力为他打造出一份属于他自己的音乐风格。 做视频不容易,先赞后看,人生灿烂,接着往下说。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,隐约将周深推荐给了高晓松。 高晓松作为中国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,对音乐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品位。 隐约相信高晓松会对周深的才华和潜力给予高度肯定,并给予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,推动他的音乐事业进一步发展。 网友对于隐约推荐周深给高晓松纷纷表示赞同和期待,他们希望周深能在高晓松的关注和扶持下,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,早日走向音乐道路的巅峰。 同时,也希望周深能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初心,不忘初衷,用音乐传递真正的情感和力量。 对于周深来说,隐约推荐他给高晓松是意义重大的,这是他音乐事业发展中的一次重要机会, 也是他展现自我才华和突破自己的机会,他表示会更加努力,用音乐回馈给支持他的人们,并珍惜每一次与优秀音乐人合作的机会。 无疑,周深已经在音乐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,隐约和高晓松的认可和关注将为他的未来铺平道路,而他本身的才华和努力也将为他带来更多的机遇。 相信不久的将来,我们将能够看到更多属于周深的华丽乐章的诞生,隐约有两首非常出名的代表作,一个叫默,另一个叫大鱼。 没错,当年那首被周杰伦在中国好声音翻唱红的歌曲默,就出自隐约之首,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原本是写给那音的歌曲,最后会被周杰伦唱的红遍大江南北。 至于大鱼,应该就不用再多赘述了,这首歌从应该算是近几年最成功的印象曲之一,隐约能写出这种作品,足以说明水准。 当然除此之外,隐约的作品还有很多,比如《公首道》的主题曲《风轻扬》,《至青春的片尾曲》《相爱恨早》,以及《非持人生的同名主题曲》等等。 如果说OST也有作词女王的话,隐约绝对是第一顺位提名人,不过若是仅仅写了大鱼,还不足以被称为周深的贵人。 最重要的是《深的深》这张专辑制作人易兰,也有隐约的名字。 换句话说,在周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,隐约和高晓松处于同级别,而除此之外,隐约还担任了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人生指导。 董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这个工作对于表演歌手来说非常重要,很多舞台细节,瑕疵处理之类的问题,周深都需要和隐约进行沟通。 所以如果说高晓松是周深明面上的贵人,那么隐约就是站在周深背后的女人,知名度虽然不高,但却总是在关键时刻给周深带去帮助。 其实过去我们总是感慨周深的音乐路不顺,但现如今回过头来看,似乎也只能说一半一半。 早期周深确实吃了很多苦,后来遇到高晓松,隐约他们之后所有才华都爆发了出来。 但这份幸运并不是谁都能够收获的,除了运气之外更多的是周深足够努力,因为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抓住机会。 如今的华语乐坛正在向着新时代发展,往后很大概率流量和实力会不分家。 实力派歌手需要适当营销争取热度,而流量派歌手也必须打磨自己提升能力,如何把两者急于一身将是成败的关键。 而周深现在其实已经做到了,既有横扫同辈的实力,又有令人折舌的流量。 至少未来五年,周深都会是乐坛佼佼者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他走上更高的舞台。 这份成功真的来之不易,理应绽放出更多光芒。 第二位音乐伯乐是苦等20年高晓松。 高晓松苦等20年,2015年,高晓松自掏腰包为周深制作专辑的消息一传出,立刻让众多音乐人对他产生了好奇。 距离上次高晓松这样做,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,并且只有小柯和朴树两个人,值得他不惜代价帮其制作专辑。 高晓松如此看重周深,周深却差点把他气死。 原来,周深之前从未进过录影棚,所以第一次进去时,什么都不会,各种缺点暴露无遗,气得高晓松都怀疑他会不会唱歌。 但进入状态的周深,还是得到了高晓松的认可,倾尽全力花费三年时间为他制作专辑。 在此期间,周深遇到了对他意义重大的大鱼,他细腻的声线,干净的嗓音与影片画面完美贴合,还因此赢得了海妖的美称。 这首歌先后赢得八项大奖,也让许多人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好奇。 然而,当得知演唱者是一个男生时,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,周深怎么是个男的,这么好听的声音怎么能是男的呢? 虽然大于爆火,但由于偏见,周深陷入了歌红人不红的状态。 周深知道,自己必须要面对不男不女这个坎。 于是,他鼓足勇气参加了蒙面唱将猜猜猜猜,对于出场的造型,他竟然选择了女生半向脚踩高跟鞋,身穿长裙。 他已经做好了被骂的准备,只是怕妈妈担心,才让化妆师将可以认出他的痣遮住。 周深的歌声,让乌起贤想谈恋爱,大张伟更是直呼,你怎么还不红。 大张伟的珍惜,让周深深受感动,大老师让我知道了,原来还是有人看见我的努力的。 从此,他积极参加歌唱节目,主动创造让大家认可自己的机会。 慢慢地,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,在节目中也成了香菠菠。 然而,他的身高又给了他很大打击。 在参加《升入人心》时,36位演唱者中他最爱,在舞台上不追光,谁都看不见他。 但是,现在的周深已经与自己的身高和解。 一次领奖时,等他走到麦克风面前,麦克风竟然自动下降。 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,他却笑着说,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话筒。 综艺节目中,别人聊到身高,他还主动自黑。 如今,周深已经演唱了40多首影视剧OST。 2023年的全球华语榜中榜的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,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一线当红歌手。 他终于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唱歌的梦想。 首先隐约和高晓松关系非常好,曾担任小说《晓松奇谈》的主编,同时他还是内地一位非常顶级的作词人,其地位超过了很多名面上的同行。 第三位就是谷建芬,直接让周深飞起的人,先说说谷建芬是谁,《滚滚长江东是谁》,《浪花逃尽英雄》,随着1994年三国演义的热播,这首充满历史史诗感的歌,也成功火遍大江南北。 或许大多数人不知道是,这首辉红大气的主题曲,其实是出自一个女人之首,这个人,正是被称为音乐教母的谷建芬。 从流落日本,冒着战火毅然回国,到前行创作,教导出刘欢、纳英、毛阿民等众多歌星,从声名鹤丽,享誉全国,到晚年丧夫丧女,独守破旧老宅。 谷建芬的一生,本就是一段传奇,谷建芬是周深的伯乐,主要原因是他在周深的音乐成长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 谷建芬在周深还未成名之前,就已经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,并在他的音乐路上,一直默默地指引着他。 他对周深的音乐领域的专业指导,和音乐人生的重要建议,为他的音乐事业的发展,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。 此外,谷建芬也向周深介绍了一些很好的音乐机会,并且与他分享了自己的音乐经验和技巧。 作为周深的伯乐,谷建芬发现他的音乐才华和天赋,并且帮助他发展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品牌。 他相信周深的能力,并且在关键时刻给予他充足的支持和鼓励。 谷建芬还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周深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,并且鼓励他坚持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,让周深迅速在音乐领域站住脚,一飞冲天。 因此,周深会永远感激谷建芬,并且珍惜与他的关系。 接下去让我们细说,周深在音乐路上收获到现在无数的掌声,并非是一帆风顺的,与其他冠军亚军选手不同。 他们可以在当时收获到无数粉丝与热度,维持自己一段时间的爆红,但是注定长久不了。 而周深恰巧相反,他在当时虽然有惊艳表现,但是热度也只是拿意识的,独特的嗓音并没有让他获得晋级的机会,只不在站队四强之外。 一个艺人一旦参加了音乐选秀节目,如果当时的排名不佳,是几乎很难出圈的。 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的快男快女,以前的超男超女,基本上前四名的热度奠定了整个节目的人气,所以一旦落入后置位,比如十名开外,甚至省级赛区前三名,没进过赛。 这都是近乎不可能收获到粉丝与人气的,除非再一次参加选秀节目。 举个例子,比如尚文杰,参加了几次地区的超女选拔,都没有获得好的成绩,又重新卷土重来,结果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,这需要的是长足的耐心与对自己实力的信心。 伯乐高晓松,是周深逆袭的开始,尽管被淘汰,但是他还是遇到了伯乐的音乐人,高晓松老师,以及光线传媒兼畅销书作家的刘童,可以说没有高晓松的助力。 周深绝对没有今天如此大的热度,高晓松跟着周深熬了三年,做了第一张专辑,要知道,现如今的很多歌手都几乎没有专辑可发,因为卖不出去,实体唱片业的衰落,专辑的实际经济效益就是演唱会或者是网络数字专辑。 可是实体演唱会,哪是几个中国好声音32强选手的待遇,后者的网络数字专辑也需要庞大的粉丝量支持购买。 两者都没有,高晓松还是愿意为周深做了这张专辑,就是因为他觉得周深前途无量,只要有专辑,就可以认定起码是存在歌坛里的歌手,脱离了选秀歌手的第一个标签。 接着就是周深开始参加大大小小的综艺,以及电影电视剧的音乐录制,没错,正是音乐综艺与电影主题曲,才让周深出圈。 这其中要讲的是两个翻盘点,第一个翻盘点是参加综艺《蒙面歌王》,第二个翻盘点是录制《大鱼海棠》的片尾曲《大鱼》。 《蒙面歌王》算是近些年来音乐综艺里比较出名的一个,《沙宝亮》、《叮当》、《弹经》都是这个节目里颠覆大家认知的歌手。 这其中周深也是,由于当时的演唱人保密工作做得还算不错,所以周深在出场前,用特殊的嗓子把歌曲唱得细腻、动情,而且还体现了极佳的唱功,让人眼前一亮,以为是女歌手。 网络上一片讨论说其是女歌手,他说,身骑白马,在B站好几条同样的视频,点击量都破百万,周深从声音与演唱,都贴合泛文化的B站,掀起了关于周深的讨论热潮以及关注。 算是蒙面唱将给周深这样好的歌者,带来的最大惊喜,也就是凭借这一首歌,吸引了B站许多粉丝的关注,成功被这个不俗唱功,特殊嗓音贴合女声的周深所吸引。 这个时期的周深,已经有了大量的粉丝,只是这些粉丝还不算是固定住,如果没有后续的作品,还是会流失。 正当周深要考虑音乐怎么继续发展的时候,由于蒙面歌王里巨大的讨论,给周深带来了很多活动资源,他在2016年参加了《大鱼海棠》的印象曲录制,这部动画电影的爆火,带动了周深的人气,近乎一时间的只要联系到《大鱼海棠》,都能想到那首唯美动听。 又有些遗憾色彩的《大鱼》,又从这首歌曲了解到了周深这位歌手,《大鱼》这首歌曲成为了当年的爆火电影曲目,随之而来的是很多电影歌曲的录制工作,因为周深在《大鱼海棠》里的演唱实在太成功了,甚至这首歌的人气与电影的人气是相互维系的,所有电影制作人与导演们都看到周深的歌曲演唱,在电影意境塑造的潜力,紧接着,是《大鱼》给周深带来的自信。 包括中国好声音翻唱的保持热度,以及很多选秀的选手选择大于这首歌,周深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的粉丝,升入人心时期。 由于周深为人诚恳,歌技又好,还有出圈的作品,粉丝群也逐渐开始稳定,也就有了现在人气很高的卡布勒周深。 所以,周深虽然在中国好声音上没得到那音的认可,人气不高,但是还是抓住了一次又一次时机,凭借蒙面唱将与大于海棠,独特的嗓音与优秀的歌技,让周深最终出圈。 周深的成功才印证了那句是金子,总会发光的。 一切准备就绪,大于发行前一天周深睡不着,非常的紧张,隐约就每一句歌词都跟他分析,安慰他说不要紧张,你唱得很好。 隐约也分享过制作周深第一张专辑深的深事的趣事。 这几年我跟周深合作了很多次,也做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深的深的制作人,制作大于的时候,有一个合作伙伴不是很认真,我说你不能这么混音,周深是新人,声音这么好,你把他声音混得这么泥泞,不可以的,你这个压缩得太厉害了。 我不喜欢加太多的混响,我觉得这样演唱不真诚,对方却蛮不在乎的回应,隐约直接把那个混音换掉了。 就这样,很不容易地把大于以及专辑做出来了,整个环节和品控都在他们手里,很费心,但是出来的专辑质量非常高。 除了大于的故事,以及深的深专辑,还有录制歌手时,周深的微博分享也可以看出隐约对周深的帮助有多大。 愿得一心人的时候,一切都那么像录大于的时候,五条六十秒语音,隐约一句一句告诉我,为什么这个词要这样写,给我分析剧里的感情线。 我感觉好像时光穿梭一下子回到最初在国外出差的时候,用手机录大于的demo,生怕我理解不好,隐约也是这样帮我的。 要正是录院得一心人的时候,时间很紧张,当天下午要赶紧录完,录完要赶飞机,我生怕自己录不好,你别担心啊,你如果怕唱不好,可以随时视频我,也可以远程兼唱哦,别害怕,你可以的。 在国外的隐约,顶着时差不断重复跟我说过很多次这句话,问,我真的是怕录不好的,也真的是害怕每次你推荐我的工作,我让你失望,但是你每次跟我说,我可以的时候,我好像就真的有了那个力气吧,略矫情。 我永远都记得录大于的时候,怎么唱都不好听,那时候我对录音棚很陌生,还有时差,让你们在棚里很着急,但是你们没有给我压力,让我回去休息,那么糟糕的情况下,也没放弃我,反反复复三天,还是四天,终于最后一天,几乎是推翻前几天录的录完了。 还有路Monsters,时特地发微博感谢尹约,这条微博想说说从我出道开始,就一直扶着我长大的姐姐。 尹约,从当初的害怕,到现在的没那么害怕,文字上看上去好像一小点点的变化,可能也就只有他和我知道,我的生你们应该也感觉得到,这么多年来,这一点的小转变有多难。 从一开始知道要去歌手,到一起激动,到后面一起帮我想歌,帮我想每首歌编曲风格,到帮我研究每首歌怎么唱,从我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,一直到现在帮我盯着每一个细节。 就算生病过敏开车去医院,也要第一时间停车在路边听编曲,明明有着时差,却告诉我,我觉得跨时区特别好,24小时都有人回复,太多太多细节写都写不完,经常我都问他,你怎么那么不求回报的对我好? 他给我的回复永远是为你骄傲,紧接着,是大于给周深带来的资源回馈,包括中国好声音翻唱的保持热度,以及很多选秀的选手选择大于这首歌。 周深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的粉丝,升入人心时期。由于周深为人诚恳,歌迹又好,还有出圈的作品,粉丝群也逐渐开始稳定,也就有了现在人气很高的卡布勒周深。 所以,周深虽然在中国好声音上没得到纳音的认可,人气不高,但是还是抓住了一次又一次时机,凭借蒙面唱将与大于海棠,独特的嗓音与优秀的歌迹,让周深最终出圈。 周深的成功才印证了那句是金子,总会发光的。 最近一段时间,实力派唱将,大魔王周深可谓频出大招,歌迷每天都能解锁一个惊喜,前有对话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光时刻,后有国曼大理寺日志OST主题曲一游在名场面。 歌迷的速度就算再快,都很难追凭偶像周深的脚步。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周深新歌带给我们震撼之时,3月8号,如期而至的谷建分音乐会震撼上线。 其实早在3月初的时候,就有不少路透消息称周深将会参加该晚会。 换作其他歌手的话,网友几乎都是半信半疑,但看到周深的名字后,都对这场晚会充满了期待。 并且在没有官宣的情况下,坚信周深会跟观众朋友见面,原因有二。 一,作为华语乐坛的门面担当,央美眼中的宠儿,只要是官方举办的大型舞台,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周深的身影。 某种层面来说,周深早已跟大型晚会画上了等号,没有他的晚会,自然算不得上是完美。 二,受邀参加古建分演唱会,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,可能有不少路人都对古建分并不熟悉。 论名气和热度,他确实不及现在流量明星的三分之一,但他的影响力足以撼动整个华语乐坛。 不少官媒都将古建分称之为殿堂级作曲家,创作出了多首传世经典。 比方说,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历史的天空相思竹光里的妈妈,年轻人不熟悉她情有可原。 可我们的父辈,都听过古建分的代表作,值得一提的是,还为四大名著三国演绎,创作了多首OST。 除此之外,古建分还是周深的伯乐,在周深的歌唱生涯当中,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也就是说,周深就算在忙,也要参加恩师的音乐会,更何况,周深情商是出了名的高,从未忘记过帮助他的人,而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。 不负众望,连唱两首金曲,贡献出了殿堂级表演。 第一首《卧龙银》该曲目正是出自古建分的笔下,在这之前,从未有人翻唱过,因为难度太大,没有扎实的唱功,很难将原曲中的意境诠释出来。 古正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,知道的以为是音乐会,不知道的还以为点进了歌剧表演。 高级感扑面而来,只见周深一袭白衣,造型既端庄又帅气,开嗓第一句就牢牢抓住了观众们的眼球,现场全开脉,极具辨识度的嗓音,共情能力极强。 哪怕之前没有听过《卧龙银》这首歌,都会被周深的《天籁之音》带入其中,整个舞台,没有华而不实的包装,只有周深的深情演绎和古正伴奏者。 不同于其他歌手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周深把个人对这首金曲的感悟,都投入到了舞台表演当中,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,都能让屏幕前的观众瞬间感受到他想传递什么。 教科书是唱功跟古正,演奏团,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 第二首《歌声与微笑》同样是古剑芬的高光代表作,有别于上一个舞台,第二首歌,周深的身后,出现了很多小朋友,当周深站在中间,一个远景镜头,给人感觉相当治愈。 周深的表情,也从第一首的严肃,变成了欢乐。 周深来演唱《歌声与微笑》,确实在合适不过了,主要这很符合他的个人风格,极万千优点于一身。 他的音乐,总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,照耀歌迷,光亮自己。 熟悉的歌词,请把我的歌,带回你的家,请把你的微笑留下,瞬间就把90后歌迷,拉回到了童年记忆当中。 想必8090后的小时候,都听过这首歌声与微笑,小时候听总盼望着自己可以早点长大,如今再次回味,感慨万千,再加上周深的走心表演,很多回忆都涌上心头。 如果说第一首歌周深的稳定发挥,那么第二首歌跟达拉崩吧,颇有一曲共同之妙。 尽管两首曲目利益不同,唱法上也有很大的区别,但在两首单曲当中,都可以听到周深的同声。 如果不看画面的话,真的会以为是一名小朋友在演唱这首金曲,纵观整个娱乐圈。 确实很难找到像周深一样,嗓音如此多变,如此优秀的男歌手。 伴随着周深的天籁之音,摄影师给了小朋友们很多特写镜头。 当年歌声与微笑承载了我们整个童年,如今周深演唱的这版,则是他们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时刻。 谁都不可否认,现在的小孩,生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,也活在了一个最坏的时代。 好的是华语乐坛,还有周深这样的歌手,陪伴他们一起长大。 坏的是各种电子产品,网络直播,不知道毁了多少孩子的童年。 两首金曲表演完后,很多网友都直呼,没听够,感觉周深在唱两首都不嫌多。 反观周深,表演结束之后,没有急着下台,与往常一样,一边鞠躬,一边致谢,又一次让歌迷感受到了他的高情伤。